五国昨天新增3445起冠病确诊率 使得本地累计病例突破14万起 另外本地在有8人因冠病病发症逝世 目前累计死亡病例215起 卫生部说病逝的8名本地公民 年龄介于61到89岁 当中7人生前患有其他疾病 另一人没有已知病史 但还未接种疫苗 在过去28天里 病逝的患者当中26.8% 已完成疫苗接种 73.4%未接种或只接种了一剂疫苗 昨天新增的本土病例当中 2823起来自社区 620起来自客工宿舍 其余两起由境外输入 昨天通报的新病例当中 有572例是年过60岁的长者 位于万国井10号第5座的 宜康医疗保健中心与疗养院内 昨天增加11个确诊率 在所有55名确诊者当中 除了一名职员 其他都是住户